美国去年四季度的GDP相当强劲 预期是2% 结果出来的数据是3.3% 这可是高过预期五个标准差 让我不禁在想 华尔街大部分人的预测都这么错吗 拜登的官方统计局到底在搞什么鬼啊 按照官方的说法 GDP这边唯一的简象呢 就是进口 真相的大头呢 就是消费和出口的增加呢 都是大超预期的 尤其是让我们国家这边 羡慕的就是美国的消费 美国人民在没钱 储信率在不断降低的情况下呢 还在疯狂的借钱消费 服务消费这边呢 主要贡献是食品服务 住宿以及医疗保健 在商品消费这边呢 增长的主要贡献呢 就是制药产品 其次呢是娱乐商品 以及车辆这些 这两项啊 大概贡献了美国四季度 消费增长的快一半 而GDP的通胀的部分呢 也是一个跌的趋势啊 12月通胀 PCE呢 也是符合预期的 也就是说 美国连续两个季度 强劲的GDP增长 外加两个季度 核心的PCE年化 还在2%左右 美联储想要的范围内 外加刚发的 今年1月的 PMI的数据呢 也是大超预期啊 尤其是制造业的 PMI 本来预期是继续跌 结果不仅是涨 而且还 居然超过了 容出现50了 大家说这经济好不好 难怪美股这边是一直在涨啊 如果你是在赌美国经济 近期要衰退的话 可能得再想一想啊 相信bare剑一般auftorial 请我 warnings 未来自然 users 发现你来自然证明 他们是什么 谁心 stay 变高 变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